那最后一个要给你们介绍的东西 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限量款项链 好啦 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宝宝们 萌萌大爱你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为理二笑 嗨你叫 在刚刚的直播里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 大幕里出现的词语呢? 查了课本词典 还是找不到 对吧? 那今天 吴尼也在这里 会教大家 三个很实用的 网络流行语 让你一瞬间变成中国人 这些词语是在课本里学不到的哟 那我们赶快学起来吧 第一个词语 我酸了 这个不是真的味觉上的酸哦 这个词语一般是看到自己非常羡慕或忌妒的事情会表达的言语 就是承认自己非常羡慕 诶?这个是我的男朋友 讲得很帅吧? 你酸了吗? 我酸了 第二个词语 这个不是真的吃土的意思呀 这个词的意思是太穷 穷到没钱吃饭 只能吃土 来表示人们购物时花销太大 买买买 买到超预算 没钱 商场疯狂的打折 我就疯狂的买 唉 看来下个月只能吃土了 第三个词语 520和妈妈哒 520的意思是 我爱你 因为520的发音和我爱你的发音非常接近 大家在表白的时候 经常会用520来表达爱意 所以把每年的5月20号定为网络情人节 妈妈哒这个词语呢 也是因为和英文的妈和妈妈哒的发音非常接近 来表示对一个人的喜爱 有时是卖萌的意思 也是语气词哦 今天是5月20号 520快乐 爱你妈妈哒 以上就是三个很实用的网络流行语 你们学会了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妈妈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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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